生活的味道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道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一 别以为做错了事道个歉 说句对不起就行了 因为得到别人的原谅很容易 但要重新让别人再相信你却很难 想重新让人相信很难 二 你好 我想理个发 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一会儿我还有些事要办 所以麻烦你快一点 他在理发店 三 我想租一个交通方便的房子 离地铁站近点 但是周围环境不能太吵 房租最好也别太贵 当然 如果房东比较友好 那就更好了 他想租一个大房子 四 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种语言 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与国籍无关 通过音乐 不同国家的人可以交流感情 增进了解 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交流感情 五 他虽然不是在这儿出生的 但却是在这儿长大的 他三岁跟父亲母亲一起来到这儿 就再也没离开过 因此他对这个地方感情很深 他刚来这儿不久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你乒乓球打得真不错 有时间能教教我吗 没问题 我每周六都会来体育馆 到时候你来找我就行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七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我刚才叫你两次你都没听到 我去打印几份材料 一会上课讨论的时候要用 女的为什么很着急 八 打了一下五羽毛球 肚子有点饿了 真香 今天吃什么 你鼻子真好 今晚我们吃饺子 再等一会儿 饭马上就好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九 九 开一下窗户吧 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是你穿的太多了 把外面那件衣服脱了吧 根据对话 可以知道什么 九 十 你看见我的手表没有 我印象里上车的时候还戴着呢 那看看在不在你包里 不会丢在出租车上了吧 女的在找什么 十一 孙小姐 孙小姐 表格我做好了 您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刚才忘和你说了 还要再加上一列性别 女的要求怎么做 十二 十二 厨房里的这个灯太小了 抽时间换一个大点亮点的吧 以前不觉得 以前不觉得 你现在一说 我也觉得确实挺小的 我今天下班去超市买一个 他们觉得厨房的灯怎么样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好 六零二会议室 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十三 请把姓名 年龄 性别 联系方式等信息 填在这张表上 好的 是在一楼打针吗 对 一楼 第二个房间就是打针室 到时候表交给护士就行了 好的 谢谢你 男的最可能在哪儿 十四 您好 我要两张电影票 八点二十内差 好的 您选一下座位吧 电脑上这些蓝色的都可以选 我要中间的 第十排 九号和十号 好的 先生 一共一百二十元 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十五 你想租什么样的房子 最好是离公司近一点 周围要安静 当然也不能太贵了 咱公司附近是购物中心 估计没有太便宜的房子 如果交通方便 稍微远一点 我也可以考虑 女的想找什么样的房子 十六 请问 附近哪儿可以复印 图书馆一楼东边 有几台自助复印机 图书馆那儿人太多 总是排队 还有其他地方吗 那你要去学校外面了 南门对面有个小商店 那儿也可以复印 根据对话 男的最可能去哪儿 十七 小心 您慢点 我跟您一起搬吧 没关系 这个小沙发 我自己搬得动 您这是要把它搬出来放哪儿啊 就这儿 再往左边一点就好了 女的在搬什么 十七 十八 你学得可真快 我小时候学过两年的舞蹈 有点基础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帮我看看 我的动作对不对 总的来说 你跳得也不错 不过 胳膊再抬高点 就更标准了 女的为什么学得快 第十九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邓亚平是中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 也是获得世界乒乓球比赛第一次数最多的女运动员 她身高只有一米五五 看上去好像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 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十三岁就获得全国第一 十五岁获得亚洲第一 第二年又成为世界第一 改变了人们认为高个子才适合打乒乓球的看法 十九 关于邓亚平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 邓亚平什么时候获得亚洲第一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 我看见同事小月走在前面不远处 就想跟她打个招呼 于是我一边快走一边叫她的名字 可她一直没回头 我只好加快速度向她跑了过去 等到了她身边才发现原来我认错人了 二十一 说话人一开始想和谁打招呼 二十二 说话人怎么了 第二十一 第二十课 路上的风景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新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她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她喜欢看电视广告 一 各位乘客 你们好 感谢大家乘坐本次航班 我们为您准备了饮料和小吃 请您在座位上等一下 工作人员会送到您身边 他们在火车上 二 大家干得非常好 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 感谢大家这几个月来的努力工作 好 现在我代表公司 祝贺大家顺利完成任务 大家受到了表扬 三 我打算去云南玩 听说那边四季如春 不仅风景美 而且当地少数民族都非常热情 相信这个暑假会十分有趣 他暑假想去云南旅行 四 诶 这是家里大门的钥匙 你和你姐一人一把 这把小的是你房间的 拿好了 别弄丢了 大门钥匙只有一把 五 在加油站或者离加油站很近的地方 抽烟打手机是很危险的 因此法律规定加油站禁止抽烟和使用手机 加油站不允许打手机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你不是出差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我是准时出发的 可是路上堵车 我到机场时 我要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难得怎么了 七 听说你儿子去年结婚了 现在他生活不错吧 别提了 他怪可怜的 他妻子太懒 不做饭 不洗衣服 连孩子也不带 女的为什么觉得儿子可怜 八 你好 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 对不起 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 下次考试的报名时间 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 男的想要干什么 九 这个笑话确实有意思 你在哪里看到的 有一个网站 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笑话 我现在就把网址发给你 那个笑话是在哪儿看到的 十 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 刚刚我去银行存钱时 记得放到包里了 这会儿就找不到了 别找了 你看 在门上挂着呢 钥匙在哪儿 十一 医生 我的病严重吗 是不是需要打针呢 不是很严重 我给你开点药 回去好好休息 另外 最近不要抽烟 少吃咸的和辣的 根据对话 哪个对男的身体有好处 十二 这次活动非常成功 大家顺利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 辛苦了 祝贺你们 能有这么大的成绩 主要是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努力 来 干一杯 难的是什么心情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十三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可以出发了吧 马上 再拿些吃的就行了 少拿点 别带太多 我知道 就拿两瓶水 两包饼干 男的希望女的怎么样 十四 油箱里剩的油不多了 看看哪儿有加油站 前面就有一个 大概有四五公里远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刚才我还有点担心 怕开着开着没油了 我们先去加油 航班是十点的 来得及 男的刚才担心什么 十五 你会游泳吗 当然会 我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 小时候常去江里游泳 真的 那会不会很危险 江边长大的孩子 从小就习惯了 没什么危险的 女的认为什么很危险 十六 对面新开了家饭馆 你去过吗 去过 那儿菜不错 特别是烤鸭 服务态度也挺好 就是去晚了要等座位 那我这会儿去 估计有很多人了 是 你想去的话 要早点出发 女的觉得 那家饭馆怎么样 十七 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 有约会呀 不是 下午有家银行通知我去面试 所以就打扮了一下 银行挺好的 紧张不 不紧张 这是我这个星期的第四个面试了 女的今天为什么要打扮 十八 你怎么这么兴奋 不就是收拾完房间了吗 你猜我收拾房间时找到什么了 难道找到钱了 你真聪明 我在咱们床底下 找到一百块钱 你说起钱 我突然想起来 我昨天衣服口袋里少了一百 那就是我的钱 女的怎么了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人们在喝酒时 用眼睛能欣赏到酒的颜色 用鼻子可以感觉到酒的香气 用嘴能尝到酒的味道 只剩下耳朵没事 所以他不太高兴 可当我们一干杯 杯子就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耳朵一听到就高兴起来了 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喝酒时总喜欢干杯的原因 十九 人们干杯时会怎样 二十 这段话主要讲中国人喝酒时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从中国的最南边到最北边有五千多公里 因此南北方的气候有很大区别 南方很多地方的冬天一点也不冷 温度跟北方春天差不多 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很暖和 可以只穿一件毛衣了 树开始长出新叶子 路边的花也开了 非常漂亮 所以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时候去南方旅行 而南方人也喜欢这个时候去北方滑雪和看冰灯 二十一 南方很多地方二月会怎么样 二十二 这段话主要介绍什么 这段话主要介绍是在北方滑雪和看冰灯 在北方滑雪和看冰灯 在北方滑雪和看冰灯